Yo what's up this is Tao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我的 week one day two 的上肢訓練 做些什麼東西 雖然現在已經凌晨兩點 我非常非常累 但是我還是要堅持 把影片做出來 然後把它上傳 影片編輯可能有點粗糙 希望大家可以解量一下 Let's do this Yo OK 第一個動作我握腿 今天既然是練上肢的話 當然不外乎就是會練到 胸背 可能會練到一些肩 二頭三頭這些東西 都會因為做一些 多關節的運動而去間接的訓練 那 上一個video 我講到說 要增加訓練的頻率 你可以做一些 compound exercise such as squats deadlift 或是臥腿 bench press 這種東西都可以天天做 但是 天天做的話不代表說 你天天做的強度 重量的強度 都要是一樣 理論上 應該叫不一樣 因為理論都是一樣 重量強度的話 身體會不斷累積 那個fatigue 到最後的時候 你就沒辦法recover 所以我今天做的這個臥腿 這個重量的話 是在我的60% 1RM 就是你的60%的最大重量 然後我這邊做了五組 一直做十個 主要的話 當然就是以肌肥大的目的為主 主要的訓練目標 那 我接下來的話 還會練 兩次的上肢訓練 就是這一週 七天內的話 我還有兩次的上肢訓練 那麼那兩次上肢訓練的話 就不會是以肌肥大為主 可能會是以力量為主 甚至 當我在做胸的動作的時候 我可能就不會做bench press 那 那 我主要訓練的目標的話 我規劃的方向是以 我希望 我希望加強的地方 還有我希望 自己能夠是最強壯的 呃 動作 這樣講好爛 I practice the lift I want to be stronger than 如果我想要 我想要臥腿變好的話 我想臥腿力量上來的話 那麼我就會不斷練習臥腿 就像是深蹲 或是EG 或是任何一個動作 如果你想要 讓它更好 力量 力量更強的話 你就必須要反覆的操作 反覆的練習那個動作 當然姿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很多人 bench press卡關 都是 絕大部分原因都是 呃 你的姿勢 你的動作 整個流暢性 或是 你沒有把 bench press該要做的東西做出來 你可能 呃 手手 下來的時候 你可能打太開 導致很多的重量 都是吃在你的肩膀 三角肌那邊 所以姿勢如果沒有搞定的話 你很容易的就會受你自己身體的限制 而一直沒有辦法突破 這是 你可以去看一看說 上網搜尋下 怎麼樣做的一些 怎麼樣才是正確的bench press的姿勢 我不是一個expert 所以說我在這邊的話 我沒有辦法跟大家說 bench press一定要怎麼樣做怎麼樣做 但是我可以給你一些建議 也許將來會做一個video Anyways moving on 下一個動作 bend over back row 這個動作主要是在訓練我的背 那 因為它是一個多關節的運動 所以說 我會不會同時的訓練到我的 額頭或三角 但主要的話還是做背部的訓練 你會看到我把胸和背 把它一起練 因為我的訓練的方向就是上肢和下肢 所以說 當我在練胸的時候 我下一組的話 我一定會差一個交叉性的動作 就是我練胸 我下一個動作一定是練背 如果我先練背 我下一個動作就會練胸 那麼我為什麼會選這個exercise來做呢 因為 多關節的運動可以很容易的去 大量的練習你的訓練量 你的訓練量這個時候不只是 不只是在訓練你的背 同時也會訓練到你的額頭 我是覺得這個動作是蠻有蠻有 這種怎麼講 The rate of return 就是你的報酬率 投資爆的手臂是非常非常高的一個動作 但是相對的 這個動作的危險性就比較高 因為 你要看看 你這槓鈴是放在 是放在你的腳 你的 是怎麼講 你的頸骨的前面 那麼 有點像是硬舉 要起來的動作 但是你的腰是保持不變的角度 等於是說 你在拉和放下這個 槓鈴的重量的時候 你會不但的 因為你有力舉的關係 所以說你會 一直讓你的腰吃很重的重量 如果你今天這個腰沒有 保持neutral的position的話 你很容易的 腰就會受傷 就會拉到 導致運動傷害 這個東西都是我們要完全避免的 所以說這種多關節的運動 它雖然 報酬率很高 但是相對它的風險也很高 所以說你要做這些動作的時候 你一定要知道你在幹什麼 或是有人教你 怎麼樣安全的去做這些動作 但是基本上我都很推薦這些動作給 剛開始訓練的人 還有下一個動作 Machine Flies 這是我蠻喜歡的一個 Accessory Workout 因為我們在做Accessory的時候 就是這些是輔助性的動作 也就是說它會修飾 不是修飾 它會增強我們一些比較弱的地方 然後用輕的重量 然後高次數去帶高訓練量 然後刺激積肥大成長 所以說這種動作的話 因為它不是Compound Exercise 你不太需要做到非常非常重 主要是你要感受到 你今天肌肉是訓練哪裡 然後它應該怎麼發力 也就是說你當然在做這種Machine Flies的時候 一定是很用心去感受 你的胸在夾的感覺 你可以想像是說 在抱一棵樹 但是你的上背 是永遠是貼在椅子上的 那樣子 你可以很容易的感覺到 你的Chest在發力 這個動作的話 我記得好像做了四組 一組好像十五個 我做這種Accessory Workout 這種輔助性的動作 我都會希望 我都會習慣把我的次數 每組的次數 調到至少十下以上 這是我的Personal Preference 你想要這麼做 是看你個人 有些人喜歡做得很重 但是我發覺 這種次數比較多 然後重量屬於中強的 對我來說的肌肉刺激 還有肌肉刺激 還有肌肉的發展 是比較好的 下個到做 Skull Crusher 這個動作我已經好久好久沒有做了 因為在軍中的話 第一個沒有這種意思 第二個是 我之前前一段時間的時候 我有Tenitis 在我的手肘那部分 讓我真的非常不舒服 所以我建議大家 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一定一定 第一個 你不能一開始就超很重 如果你一開始超很重的話 會讓你的手肘帶有點大 負擔長久下來 你的關節那邊就會疼痛 那痛道是一個 你沒有辦法忍受的程度 會阻礙你的重勋 阻礙你的肌肉成長 所以我在做這個動作之前的時候 我 雖然沒有錄下來 但是我大概做了兩到三組的 動態暖身 所以動態暖身呢 就是 我會 可能 做這樣的動作 然後用空槓 然後把 重量 大概用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七十五 然後再慢慢加上去 那我在做的時候 我一開始說 我可能會先 做個低次數 然後稍微讓我習慣的動作 讓我關節能活起來 我再開始做我的working set 所謂的working set 就是 你真正在訓練的重量 還有四數 那在之前的話 就是warm-up set 就是我剛好講的 可能用比較輕的 或是空槓 先 反覆操作 我幾次 讓我的關節 讓我活起來 Alright 最後一個動作 Dumbbell Lateral Raise 這個主要是在 Target我們的三角 做這個動作 有個 有個口訣 或是 大家所謂講的 心念 你想想看 當你在做這個抬舉的動作 手臂抬舉動作的時候 很多人會自覺的是 讓拳頭 成為最高點 然後去往上抬 這樣子 那你可以試著去想想看 當你在抬舉的時候 把你的手肘往上帶 做這個抬舉的動作 你會發覺你的三角的感受度 就會 和很大的差別 可以試試看 就是蠻有用的 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呃 重量不用加得太重 讓你的 你大概做完加速度 因為我這邊做五足 一直做十二下 呃 四五下跟正 我大概做了十五下的時候 我可能最多才能 只能再做一到兩下 所以說你抓到那個重量的強度 應該要在這個範圍 你的 三角的感受 會真的是非常非常深刻 呃 做這個動作 盡量保持 身體的穩定性 不要說大幅的甩 甩動 因為那樣甩動的話 比方說 你的重量可能拿太重了 呃 像有很 可能會造成運動上的傷害 OK guys thanks for watching 今天的video 就講到這裡了 呃 呃 I'm tired as hell Wausha 晚安 Peace �